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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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OEK 現在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每個人都愛 又脆口又過癮的 意大利小墨玫瑰 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用到的是 這個是麵粉 那你要用中筋麵粉或低筋麵粉 都沒有關係 放在筛網上面 把它過筛一次 才不會一粒一粒的 然後呢 我們要讓這個餅乾呢 有一點點蓬鬆 所以我們會加入 這個是泡打粉 好 好 接下來呢 就可以直接過筛 那這個粉類呢 我們就放在筛網裡面 仔細的把它給筛過一次 現在呢 我們先在這個玻璃麵 打入一顆蛋 然後我們有一份砂糖 也可以加進來 把它徹底攪拌均勻就好了 好 打到像這樣子 幾乎看不到那個砂糖的顆粒 就代表OK了 把奶油放進來 然後辣了 先這樣拌勻之後呢 再把剛剛的蛋汁 把它跟麵粉混合在一起 好 然後葡萄乾 真的是幾乎任何一個步驟家 都沒有關係喔 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呢 把所有的材料 攪拌均勻 攪到啊 你這個麵糊 幾乎看不到那個乾粉 其實就完成了 我現在這樣子 但真的要小心 不要攪拌過頭喔 那最後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麵糊 裹上玉米脆片 放進去烤就完成了 一顆餅乾大概像這樣 一個正常的湯匙大小就好 然後我們先把它扔到這裡面來 OK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輕輕的裹上一層玉米脆片 很可愛吧 那你可以稍微拌一下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燒末玫瑰的基底 放在我們的烘焙紙上面 收集完的時候再進去烤 所有的玫瑰都捏好 我們就可以準備放入玉瑰的烤箱裡面囉 我們用180度 大概烤個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超香 來看一下 可以... 你可以看到 它表面都已經變成了那個 金黃色的色澤了 然後會有點脆 OK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取出來 撒上糖粉就可以囉 大家學會了嗎 先趕快來吃啦 看到這裡有好多 有想到伊蘭的那些朋友們 對不對 我記得你剛到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做這個去拜訪鄰居 對不對 沒有 我想到的是我們去拜訪 然後我一直吃... 然後最後面 可能附近的人鄰居太少 然後我就把它吃完了 對 你把它吃完了 我記得我... 你不吃完了 沒有 我分大家吃 因為大家看到的時候都超想吃 我那時候是不是說 是你們說要去拜訪鄰居 然後我就想說 隨便翻一翻冰箱看有什麼生態 對啊 我就覺得你好厲害喔 被誇獎 怎麼要去拜訪鄰居的時候就有 點心可以去 我心裡還想說 我去拜訪鄰居就空手 就是冰箱看到那個玉米脆片 我記得我們去拜訪鄰居的時候 第一位好像是我們隔壁的 芋汝姐 芋汝姐姐 對 她是不是種菜 然後網路上賣 我們還換到 用這個換到一罐 她芋汝姐做的那個 雙腎醬醬 你記得嗎 對 所以那一罐 後來你幾天 我做很多沙拉醬 我沒有的 沙拉喝很多好吃的東西 都是那一罐 沒關係 你慢慢想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像你說的很簡單 就是冰箱裡面剩下的 什麼穀物 跟什麼一起這樣子 然後烤一烤 很簡單 可是呢 意義不簡單 對啊 可以交到好的朋友 而且可以 我們可以跟鄰居 大家一起這樣 為什麼要叫沙漠玫瑰啊 我幫你問我朋友 聽起來就是很容易 雕琴 隨便 哪一個花不會雕琳 哪一個菊花好了 沙漠菊花 好像可以 好 沙漠什麼 雞蛋化 好 我們這一段 我們就一直下去跟他 因為你有雞蛋啊 你有雞蛋啊 因為米片是不可以替換的 一定是有米片 無法取代 我推頭不行嗎 那個馬鈴薯 馬鈴薯你好好烤乾 就要剩一個道菜 你現在很薄啊 那水分很多 根據我那個酒的印象中 感覺是可以用葡萄乾 裡面有葡萄乾啊 有什麼 裡面有葡萄乾 他是說外面可以 外面不行啦 你那個黑黑的一球 像海膽誰想吃啊 它就是很... 它叫做沙漠玫瑰 可以放水片之類的 我覺得最簡單的 真的是玉米碎片了啦 真的很好買耶 什麼超市的 為什麼